現在我們來跟大家分享這個Viru 一般來講其實它很特殊的 我們的Viru是以語音為主的 因為我們一般的這個剪接軟體 都是以情境為主 對不對?以畫面為主 所以呢並不會有什麼 就是說你要剪接的時候其實說真的比較不容易 會相對來說會比較不容易 但是呢如果你現在 比如說像我們在講課 那以我們就是 講述的為主的話 其實用一般的包括像 比如說您用什麼威力導演 惠聲惠影female 你想看看要剪接容不容易 像我們在上 就是在錄這種教學影片 以口述為主 或者是比如說紀錄片或訪談 是不是都是用語音 那你要去剪的時候呢 你看我在這邊 打開我的文章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我們標準的 有沒有都是看聲音的 你怎麼知道那裡講什麼 是不是不知道 而且呢其實像我 以我自己來講 我講話會不會有 所謂的那個口頭禪 會呢每個人都會有口頭禪 而且呢有時候像我這樣停頓 可能停頓的時間長短 有時候我們覺得不需要停那麼久 對吧? 所以呢我們要從這裡去知道他在講什麼不容易 那Viru呢他就真的很厲害 他是用語音為主的 也就是說呢讓您 在這個剪接影片的過程 就好像在用什麼文書處理軟體一樣 你看這裡 你把影片交給他之後 他會先用Google語音幫你做判斷 所以進來之後 你會看到他分成兩行 上面這一段就是在編輯影片 你有沒有感覺是看字在編輯 不是在看那個聲波編輯 然後呢你可以同步怎樣 是不是可以編輯字幕 這樣有沒有一減二個 忘了要減四個 對不對?而且你看喔 這樣有沒有感覺這樣也是投影片 每一句話都變成投影片 所以今天這句話不要 是不是就直接刪除就好 然後呢這句話要放到上面 是不是就移到上面來 有沒有比較簡單 真的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把Viru裝起來了 你裝起來之後 他本身就有給你一個demo的影片 是不是在這裡 在這邊 當然如果你選擇 他的線上體驗版 也可以 就是我不安裝的時候也可以用 只是說你要比較完整功能 還是要需要把軟體安裝起來 這樣您大概了解了 好所以 來我做一次給各位看喔 你看 我先play一下 好 這樣有聽到的對不對 你看 他在這裡有沒有是 嗨大家好 請問如果不要嗨可以嗎 哈哈哈哈 點到這裡 請問要把這個字刪掉 要用哪一個快速鍵 是Backspace 對 有沒有發現 不只影片剪掉的字幕也剪掉了 那我們再聽看看 欸 哈哈 來 有沒有 就沒有嗨的呢 這樣會不會太簡單 很方便吧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看 欸 再來我們看一下 我是 什麼什麼誰呢 對不對 今天呢 其實這個字 停在這裡怪怪的對不對 所以今天呢 是不是要換一行 換一行 請問老師會按哪一個快速鍵 對嘛 這樣有沒有簡單 今天呢 那這兩段要變成同一行 怎麼辦 如果 郵標在這裡 要把後面的調上來 請問要按哪一個 Delete 有沒有上來了 這樣子 有沒有簡單 那如果你要調整它的順序 我先自我介紹之後再大家好 可以嗎 哈哈 對不對 來你看 自我介紹之後再大家好 那我就 把它放這一句 你就勾起來 欸 各位老師這裡要注意一下 不能直接拖曳喔 有沒有拖曳是選舉 對不對 所以你要怎麼樣 先在前面勾勾 勾起來 勾好了之後我就移動它 欸 有沒有我們投影片的順序 好 你看 我們現在Potate一下 我把聲音變大聲一點 這樣你看 聽得比較清楚 我就從這邊 這樣有沒有簡單 這樣子你眼睛應該可以用比較久一點 哈哈哈哈 因為我們以前 要做這件事情 真的很麻煩 可是這樣子變成文字的 真的變簡單了 來給大家先操作看看 好不好 來您先試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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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